因为波音事实上的话 因为它737 MAX的问题 事实上它交机就出现问题 波音的营运已经蛮困难 波音总共它的雇佣员工16万人 所以如果说它的供应出问题的话 它失去工作人是成千上万的失去 它很多厂就要关了 因为它是不一样飞机 不一样的生产线 所以对波音来讲的话 最大的客户可能除了美国客户以外 就是中国 国际客户就是中国大陆 过去波音因为它对中国大陆 过去中国大陆在波音的飞机的 整个的总销售量 大概都在20%左右 那就是说737 MAX前两年出问题以后 它的整个的就采购量 以及它原来已经订好的这些 出货量就锐减降到一直大概 中国大陆只占波音的5% 可是这就造成波音的事实上的资产 跟股价不断的往下跌 所以波音最近几年其实是状况很不好的 那当然了就是说 其实波音本身不应该被怪罪 为什么 因为波音是我看到美国所有的企业里面 最站在中国大陆这边的 那么过去在几次美国重要 有关中国的经济地位的 贸易地位的 在国会的这种谈判 波音都是一马当先 帮中国大陆做游说 打先锋的 而美国国会里面有所谓的 China Caucus 就是中国小组 就跟我们有台湾Caucus一样相对的 里面主要成员都是西雅图出身的 这些国会议员 因为波音的总部在西雅图 所以波音事实上是蛮努力的 试图改善美国政府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可是现在波音等于说是被 被拜登政府放鸽子 拜登每一次对中国大陆的 不管是经济制裁也好 或者说把大陆的企业 列入实体清单的话 都让波音在中国的销售 大陆的销售 失去一份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次他的刚刚CEO讲话 其实是有点哀鸣 他告诉美国的政客 就是说你们 如果美国失去中国大陆市场的话 那波音将来就是 整个在国际的竞争力 甚至他公司的整个益域 都会出现大问题 因为代表未来市场的25% 大陆最近他们的一个 国内的一个研究机构 中国大陆未来20年有 虚效的民航机是8700架 平均每年大概380架 当然就是说这一次292架 事实上它只是一笔而已 未来如何 还是要看美国政府态度 因为你这种情况下 你要中国大陆政府说 好 我买波音的飞机 你怎么对国内那些 被美国政府打的这样子 很凄惨的中国企业交代 而且在国际上 那你就是告诉美国人 就是说那你可以继续对我自私心 单方面的制裁 反正不会影响 我跟你的贸易关系 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讯息 所以从政治上的话 如果说真的有一个 什么叫政治正确的话 中国大陆现在买空巴不买波音 应该在政治上 应该说是一个政治正确 那技术上的话也很清楚 就是说你的技术移转 技术协助 甚至你的合作生产这一方面的话 看起来空巴做的比波音 过去这么些年 走的比较前面一点 那这个对任何的买方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不过我也觉得波音的路 并没有完全走死 我觉得就是说未来的话 每年380架的飞机 中国大陆市场的需求量的话 那波音还是有机会的 可是前提就是说 美国的政治人物 如果持续对中国大陆 做出单方面的 排除国际贸易法 把WTO放在一边 做单方面的 对中国厂商也好 对中国的整个的政策上的 这种单方面的制裁 禁运或者禁售 或者禁止上市这些 我想对波音将来继续获得 中国大陆庞大市场 这一块饼来讲 都是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波音的总裁 大概已经会出来了 不过他可能还要多施点力 要不然也很难 挽救他自己的公司 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 周边的临近的接近的国家 这么多 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不发展航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好像不发展高铁 也是不可能的事 当初是想寻求跟日本合作 日本拒绝 寻求跟法国合作 法国拒绝 所以高铁 中国只好自己发展 航空工业也是一样 你想想看 至少9000架到1万架 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市场 本来您刚介绍的A320 你看它已经生产制造了 9000多架了 那么A320 News 已经到几百架了 七八百架到九百架了 数量这么多 就表示说 它的整个这一款的飞机 它是成功的 受欢迎的 美国的波音是737 是要跟它PK的 然后后来的737的Max 跟A320的New 他们是PK的 现在的情况 波音320 News 已经超过 空中巴士的320 已经超过波音 这个对美国的波音公司来讲 简直是噩梦一场 二号 可是我觉得 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子 美国 您刚刚提到了 对波音来讲 他认为这是应该是一个 商场上的选择 所以如果能够 美国政府不要设限 它是有意愿 跟中国大陆合作 因为中国的意愿 表得很清楚 就是说 我一定要发展航太工程 我一定要发展 你即使都不跟我合作 我也一定会做出来 我只是需要时间的问题 可是当我做出来了以后 我就不需要你了 我的国内的市场 还有我还可以跟你 是竞争的市场 当时有找波音合作 波音其实是有意愿的 但是政府是拒绝的 所以美国现在大部分问题 是他们的政治 介入了他们的市场 所以是美国政府拒绝了波音 太空合作也是如此 全部都拒绝 心底下 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寻找你波音的对手 那就是空中巴士 空中巴士 在当时是法国 后来是法国跟德国合作 最早是法国 对法国人来说的话 他是觉得说 这是可以合作 因为法国不可能 一直是这种载体的 区域间的 因为它还要发展 宽体的 大客机的 还要发展这种 当初的观念 就是要发展到更大的 像A380的这种 更大的一个飞机 那对于法国人来讲 跨国的国际型的飞机 是它的主力 那它这个飞机已经成熟了 它能够卖 就是尽量卖 所以跟中国大陆就合作了 合作了 那也就是在天津设厂 其实也就是技术移转 那中国大陆也因为这样 而学会了这种载体的 甚至发展到宽体的 这个客机的组装 客机组装很重要 因为先学会组装 然后再来发展出航电 发展出发动机的问题 法国是愿意技术移转 我估计这一次谈判 我的判断 因为目前来讲 他们的合约没有公布 我的判断是这样 大陆已经很明显的发现 他们可以采用联合采购的优势 所以这次是联合三家 大陆主要的航空公司 他们联合采购 联合采购这个订单量 就这么大了 订单量这么大的话 对航空公司来说的话 有很大的吸引力 很容易就把原来的 例如说买方市场 跟卖方市场的角色 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买方市场就有更多的谈判的 筹码跟空间 我估计很有可能 还是有部分的技术移转 也就是说 我不只是给你采购价钱很好 也有可能有一些技术的移转 这个对大陆的航空工业发展有利 但是波音绝对是不可能给你技术移转 因为它的法律限制是不可以 技术移转给你 这样的情形下对大陆来说 我如果把空八培养起来 它再来打击你 这个波音 波音变成一直要靠美国政府的补贴 美国又一直指责别人 说你不能补贴 像这次刘鹤跟叶伦谈判完了以后 美国又宣布说要反补贴 要打击中国的企业 可是大家就说 那你波音的补贴 怎么会你是两套标准 然后你对于半导体 拨了400多亿的钱的补贴 怎么是两套标准 美国在国际间的话语权就会削弱 也就是说他反补贴 可是他自己来做补贴 可是他不补贴不行 因为不补贴波音就要倒 波音要垮 波音要裁员 这个会延伸出更大的问题 所以他又必须要补贴 那你想这样的一个情形 已经不完全只是 商业上的一个手法的操作 也当然有政治上的操作 那您如果是波音的总裁 你当然会跳脚 因为你看到的 就是你美国自己的法令 限制我美国的公司的生存跟发展 那我有可能被你美国的政府 自己搞垮 因为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也释放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不只是这个737max 甚至你更大的宽体客机 中国大陆也可能不跟你波音采购 那这样的话 你波音失去大陆这么大的市场 它还能怎么发展 波音公司我们知道 不管是B1拐 或B29 空中堡垒 在二次大战 它做了非常多 因为美国是世界的兵工厂 它的需求量非常的大 不是光每个国家用 包含欧洲的国家 包含英国 那时候的法国 那个时候的法国 都要用B1拐跟B29 还包括我们 我们后来也有B1拐 对 那时候因为二战的时候 美国飞虎队 还有美国第14航空军 还有中美空军混合团等等 我们那时候还有 就算是轻型轰炸机 我们都有 甚至俄罗斯也有 俄罗斯的飞机也是像美国 因为美国那时候在二战的时候 他们是 我们讲到了 都是同盟国 那时候共同打的是纳粹 打的是德国 这边东边的话 打的是日本 所以美国也提供给俄罗斯 是这个样子 换句话是波音 它起步很早 然后二战之后 我们知道空中巴士也起来了 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整个大陆 因为大陆14亿人口 疫情总会过去 因为疫情的关系 航空世界是低迷的 疫情总要过去 大陆14亿人口 将来的这种市场 这种航空市场的需求 非常的畅旺 不是光使这飞机 也包括飞行员的缺 也包括维修飞机的机械师 这些维护的这些人 专业人员都缺 因为它的市场是非常的大 现在就是说 它有四个考量 就是要转向空中巴士 不买波音的了 那第一个我们很知道 那个空中巴士 它现在做的都是广体 对 那广体是双走道 那那个 中共能够做的只有单走道 载体 那只有一个单走道 像C919 它最大载人就是在19 它设计是150到19 那看它的 它里面的需求 有的货商稍微大一点 它就只在150 货商稍微大一点 然后货商稍微小一点 座位稍微多一点 最大就是19 那就需要 C919现在才刚刚出来 它连产量一年不到20架 要到三年后 它才能够量产50架 大陆返不济及 我怎么一年才50架 我市场那么大 而且又是单走道 又是载体 它只能区域系的 没有办法飞国际航线 飞国际航线不行 或国际航线要广体 要大 你飞国际航线 结果你载的人少 不对 你又不符合经济成本 第二个就是讲 刚才大家只有讲 就是技转 技转是技术转移 还有工业合作 因为中共现在是实施载体 单走道 它将来要做广体 双走道 这样子的话 技术哪边来 不是光是在天均 在苏州 还有其他地方 空中巴士 它有 你这个机身 还有机翼交给你 发动机 我重要的 我法国来提供 是这个样子 将来发动机 要技术要做转移 要这个样子 大陆的航载事业就起来了 是这个样子 它要这个后面的利润 后面的商机才是无限的 因为中共尤其是在 这个机体机身是OK 但是发动机是问题 那时候发动机进来 因为法国的航太事业是 我们知道 包含达梭 包括NBDA 也包含我们所讲到的空中巴士 都是属于重工业 航太工业的龙头 刚好技术也进来 第三个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支撑国家的政策 因为中共它是个 这个经济支撑政治 今天跟美国有经济战 有贸易战 有金融战 这一次好 我就把这个单 转到法国的空中巴士 变成国家政策 变成国家政策 国家一个方向 一个灵活条度的运用的方向 一个方向舵 我们可以这么讲 所以你看 它这些诸诸种种 它就转单 从波音转到空中巴士 这个非常的清楚 最重要重要不要忘了 是技转 技术转移 另外一个就是说7919 你看它为什么省油 为什么讲到它的7919 它已经优化了 你要知道它一间翘起来 一间翘起来 每一架飞机就要多花800万 这么多 你一个小翅膀就800万 你一对的话 大的广体的话 两个就是1600万 但是它省5%的油 你今天飞机的营运成本 我们叫人力成本的 这些飞行员 还有这些空中消息 还有什么 最重要的三分之一是油料成本 油料非常贵 你短程没问题 你长程油就成本高 我就抓 看它翅膀翘起来了 它翅膀翘起来省5%的油 你这样长时间存下去 你飞个几万公里 几万小时之后 就差很多了 那是赚回来了 不是1600万 不是800万的问题 可能赚了五六千万 七八千万的油钱出来 它是这个样子 它优化 而且现在不是一般钛合金的 我们讲一般航钛材料 它现在用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又更轻 你不要看那个椅子 看起来大大椅子 你一个手把他举起来 它复合材料 它不是光只是钛合金的金属 它复合又进去了 包含碳纤维都进去了 那更轻了 更轻了 你也知道 一轻了 油料成本又降低了 油料成本在那里 竞争力又增加了 真的它很多的因素 把它搭配在一起 中共转单到空中巴士 我们下轻了